好 那我就问巧欣 因为巧欣是这一波第一个提告的 因为你也被她告 对 我是第一个被告的 我跟你抗议 我超不爽的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讲谋财害命没事 你讲谋财害命有事 你可以告诉我原因是什么 她瞧不起我吗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先讲吗 还是因为 其实我们差不多同时讲 其实我觉得她有点记仇 对对对 我有点记仇 因为之前在2022年选举的时候 她有涉嫌抄袭这个论文的事件里面 我就蛮常针对她的 然后我针对她的时候 我还讲了一个 我们今天可能不能讲的 就是我就讲说 你们知道这件事吗 就我讲说 抄袭 抄袭的陈吉仲再继续掰啊 然后我就 简称什么 她引出民进党 那个血因啊 对对对 引出民进党的妇女团体痛骂我 有这一次 有这一次 我就说 而且抄袭的陈吉仲再继续掰啊 对 那这次也是一样 抄 当护航超私的陈吉仲再继续掰 其实一样好不好 但不要念出来 不要念出来 避免妇女团体 以及塔律班戈布林再度出征 所以昨天那个陈吉仲离开的时候 就超多人 我刚好在直播 超多人在我那边留言说 吉 吉掰了 对 拜拜 陈吉仲拜拜了 吉利蛋拜拜了 对对 那我也呢 有不要客气一点 就我后来就说吉 Goodbye 就是 又加一个Good Goodbye 这样子就比较好 避免你们这些台队班乖哦 不要激动 不要激动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她可能在 记仇 我直接说她这件事情 对对对 机遇极大 机遇极大 你这样我就释怀 对 为什么 凭什么 我这次的述状哦 跟大家分析一下 跟过去我去告发陈时中的不太一样 因为过去告发陈时中的时候 陈时中再怎么说 他都是疫苗采购文件封存30年 对 所以我们 我们没有手边上有他的那个文件嘛 对 所以我们能够讲的很少 我们只能预请检方去调查 对对对 但是呢陈吉仲这一次 我包含告他背信贪污徒利三条哦 对 我的那个告诉状是洋洋洒洒三大夜 对 那里面直接写出说 你没有按合约走的这个问题 对 所以因为他已经公布了合约 那我们从合约上面 已经可以看到 他有背信贪污徒利的问题 对 所以呢 我们这个告发的这个事实 跟犯罪的证据是相当明确的 对 所以北检应该针对这个部分 就可以尽快开始去查 开始开侦察庭 然后开始请这个双方的这个 律师啊等等的就开庭了嘛 到现在是还没有任何的动作 但我算过 我们这样子的告发 如果家总起来刑期 就如果陈吉仲要坐牢的话 可能要高达17年哦 最高的这个徒刑时间 17年 那真的陈吉仲就掰了 对对 真的就掰了 再哭哭也没有用 对对对 其实我们在这个告的时候 那时候我去告陈吉仲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特别要求 我是特别针对北检提出要求的 为什么 因为当时我们在告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喷辣的这件事 对不对 农业部后来跟你讲说 不要纠结在这件事情上 看的是手机包膜 还是汽车打辣 对对对 但其实我告诉你 他们是有包膜的 那个林北好友有发现 是要用鸡死包膜 刚才说 上面连那个巴西蛋的那个 连鸡大便都还没清 就是可以上架了 可是 为什么当时是要求 检方要开始进场 原因是什么 第一点 保存证据 保全证据 因为 有没有喷辣 是一翻两瞪眼的事 对不对 你既然农业部说 有喷辣才可以多30天 是你农业部的说法 那没有喷辣 就不能多30天 你多放30天 叫过期食品 贩卖过期食品 就有贩卖过期食品 法律责任 所以这个是证据 就要求检方要去保全证据 这第一个 第二个那时候 我们就已经点出来了 你到底有多少 那时候还不知道多少 多少过期蛋 还不知道 我说那时候 如果说 你今天进来这个 就已超市 8800万颗 那如果你留下了 几千万颗的 那个过期蛋的话 那是不是会流入市面 所以你今天 检方要把这些东西 扣押下来 你也同时是 对消费者安全的一个保障 他就不做 他完全不动 你看他也没约谈 陈其重 他也没约谈 林冲贤 他也没去约谈 谈龙的董作 他也没去约谈 秦宇桥 他通通都没有约谈 可是 这个北检 真的让我最看不起的是什么 我说实在话 今天他宣布动起来 对不对 我直接认为 他根本就脚本 是一条龙都串好了 有时候你要确定 等到这个大家的说法 都串好之后 脚本弄好之后 接下来才开始 就陈其重词了 林冲贤词了 说法都分配好 像明镬已经有一个说法出来了 然后检方再进来 陪检要告你了 对对 然后刚刚巧琴有讲到 陈其迈讲了嘛 就叫那个熊俭去做嘛 可是陈其迈为什么这样讲 原因很简单 因为大家在追说 光这个 你来那边有一千万颗的 那个过期蛋 要请你要把它交代出来 因为高雄市政府也在摆烂嘛 那摆烂的话 他没办法应对这一千万颗的鸡蛋 他又想摆烂 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推嘛 当然 就推给检察机关 然后检察机关去办 那我跟大家再讲一个猫 你检察机关进场之后 依照这个陈其迈这些做法 他们进场 其实他们是有一个政治上的一个 附带的一个效果的 他在跟你讲侦查不公开 对 这个不能讲 那个不能讲 然后等到什么选举完之后再讲 农业部 他们不是我们地方政府 包含台中啊 桃园啊台北 都不断去要求提供这些 加工代工席选蛋场的这个流向 巴西蛋的流向 可是你们知道他多夸张吗 要了一个多礼拜东西 就有一张文件额 就一张纸 薄薄的一张纸 然后呢 他还不把资料补齐 比方说台北市跟他要 他就只给台北的 那你就想 义美在台北 做了这个条状蛋糕之后 他会只在台北卖吗 他不会嘛 他一定是卖到各县市嘛 那其他的县市 没有收到这个公文 没有公开的话 他怎么知道义美的 这个里面有含义美的食品 他们该如何去寄查呢 就没有办法寄查了嘛 所以照理来讲 你农业部 你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 你要把所有全台湾的这个流向 都整理好之后 一次性的给所有地方政府 这样大家才能共同稽查嘛 结果最后我们还要那边 各个县市政府那边交换礼物哦 交换资讯 交换老半年才能拼凑出真相 农业部的这个做事方法 是这样子做的 难怪陈吉仲必须得走人啊 9月12号的时候 农业部做了一个图卡说 巴西弹 全部都在保存期限内 9月13号的时候 他们开记者会说 要销毁35% 要过期了 那你们自己做的东西 跟你自己讲的话 就一天就自己打脸了嘛 第二个谎言是什么呢 过去他们曾经告诉我们说 我还找出了 2023年的2月的时候 陈吉仲说没有缺蛋 那时候我们都在讲缺蛋 买不到蛋 他说没有 那是你感觉有缺蛋 但其实今年的产量 比之前还要多 没有缺蛋的问题 结果现在呢 因为巴西的这个蛋的事件 他改成说 那我们进口这么多 就是因为当时缺蛋 然后呢 他的那个图啊 就发了那个图嘛 有那个曲线嘛 曲线上明明白白的写着 去年2 3月的时候 缺蛋超严重 所以你怎么不把这个图 在去年的时候 拿出来给我们看呢 到底是去年2 3月的 陈吉仲说了谎 还是今天的陈吉仲说了谎 总有一个人说谎吧 你们不是同一个人吗 还是一个身体两个灵魂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 你如果自己有认真 像我们这么认真 做功课 去看农业部的图卡 就会发现 他们解释的越多 说的谎其实是越多 然后要为了原谎 又说更多的话 所以他们做越多的宣传 反而看到越多的矛盾 跟他们说谎的地方 所以林静怡站出来 第一个检讨民众 我觉得要帮他大力宣传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不在乎 现在这些过期的激态 是否流入市面 他们只在乎 为什么你们这些民众 没有好好帮陈吉仲宣传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 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济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 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 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超羽补片 这次正在中兵出售颅 使用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尼making 猫 尼聖 Godzilla 木下